来一高中举重队 在这次屏东县中小学联合运动会中 有13名选手参赛 共获得十金 义银 二同 夺排率百分之百 不过漂亮成绩下 选手们其实都吃了不少苦头 一开始也是蛮 就是很不喜欢去练 就觉得很累 然后之后开始有成绩的时候 就慢慢的去慢慢的接受它 毕竟这不是我喜欢的 可是后面一样也念到有成绩了 然后就是教练对我们的希望也很高 就慢慢喜欢了 高嘉辉去年全中运拿下金牌 并破大会纪录 未来希望挑战青年奥运 另一位选手陈绍涵 则希望藉由举重进入大学 而曾经夺得北京奥运银牌的教练 卢应骑 知道中学时期学生还在寻找方向 因此他透过陪伴和引导 协助学生找到自己的路 基层推这个举重非常不容易 因为你要把它从完全都不懂 然后从无到有 有些小孩子的生活比较不易 那生活上的话 我还是一样陪伴他们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宿舍 同一个宿舍 然后我们一起住 卢应骑表示 因为训练辛苦 选手总是来来去去 不过只要选手有意愿和决心 他都会给予最大支持 原新闻巴朗 评论来意 感谢观看